哈囉,大家好,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對手,名字叫做Daz Daz 他是鑽石武,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積分 他的積分是1281 OK,緊接著我們來欣賞連續我跟他兩場的二連戰的錄像 哈囉,大家好 這個連續二連戰,我的對手是Daz 他是紅色的人類位於左下角,我是藍色的人類位於右上角 那開場我就知道他是人類 那我也更清楚,人類跟人類的對決 幾個訣竅在哪邊 那可以透過觀察對方的建築物來確認 他一開始的戰術手下 他如同我說,國外玩家都很有禮貌 我都會講Good luck, have fun 祝你好運,祝你玩得愉快 實在是非常的有禮貌 我12,我12下嗶嗶 他呢 他BB,比我更晚 大概3或者是12半才下 先瓦,先瓦斯 那我這場呢 慢瓦斯,但是 我比他早雙瓦斯 OK 他放了一個,Totalbar那個Factory放在那邊 很好 偷藏到一個軍工廠 我們掃盟通常是找這一塊 那個躲得很好 雙BB戰術 騙瓦 那我上來呢,看到他 反應爐喔 那十隻八九 八九不離十 又要出一下這間AMM海了 那就更加堅決的 我素女要有決心喔 然後 由於AMM海的實力不容小規喔 這時候我被掃瞄,他也知道我在幹嘛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反應 他放了反應爐 可以減速 4倍速太快 然後呢 幾台坦克 一台坦克 八隻馬鈴 一隻SCE 前置做第一波攻擊 然後家裡 差一個BT差在這裡 這個BT有點差略遠了一點 應該放在 一個三角形就是了 那應該放這裡 這裡 這樣子 就可以完全cover整個礦區 也包含瓦斯 那第一隻女藥 又是歷史性的交費 不過即時的幹掉他兩隻馬鈴 他知道 我的女藥要來 我知道他的坦克要來 雙方就是處於一個 呃 情之充分的狀況之下 那 我通通都沒有浪費任何一次掃瞄在他的家裡的基地 這是一個很冒險的做法 我們會不曉得他家裡在做什麼 但是因為我走女藥戰術呢 一定要飛進他家 所以無論如何 是可以獲得親之的 那 我也知道 他家裡會差一大堆BT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我的視野 雖然我看不到 但是我想也知道他已經做好防禦了 因為我在那個 家裡 我有發現他掃瞄我一次 那現在我把這個 我又補了一個星際港 雙星際港 一反一弩一科技實驗室 剛好跟他反過來 然後呢 直接Rally Point都Rally到他家來 看一下我的Rally Point 對我放到他家門口 那這個點呢就是他最弱的一環 因為他前面派兵過去 那他家裡勢必沒有什麼東西 為了怕被打 哎呀差一點點就被打爆了 兩滴啊 真是隱形的很好 時間剛剛好 他又加了一個坦克出去 那 我只要把他BB打爆 他就沒戲唱 所以一隻槍兵 兩隻 會不會浪費掃瞄呢 會打爆了 大概是隱形沒了 好 那現在 就給他出來修他的坦克堡 那坦克堡不能被我拆掉 那 這時候呢 他家裡沒有什麼兵 所以 這個 Viking可以降下來 那他門口的攻擊 其實是沒什麼用 一大堆兵在等他 而且我也正在修這個 正在修 工程模式 就是 馬鈴出去犧牲了一下 他看不到我 這就是 隱形女腰的變態之處 他有BT的 但是他看不到我 Range不夠 他BB被我拆掉 他沒戲唱了 他現在只剩一台坦克有機會 不過我這邊都有一台女腰在事後的他 他受不了了 ACP全衝上來 不能被他賺走 我們爭起來就打不到了 再來點ACP 過來修坦克堡 差一點點 快爆了 好快就修起來了 不過這坦克堡呢 對我們 生出來坦克對我們不是壓力 因為 女腰他打不到女腰嘛 那 那 打到這邊呢 我這時候心裡就想到一個 一個特點 國外1200 差不多1200 1100 左右的 人類玩家 打人類的話 他們都很喜歡用這個 所謂的 所謂的 速坦克的早死 我已經遇不下 四五個了 DAS也是其中一個 那現在 他這個坦克沒有打爆 其實修不修也是無所謂的 只是延遲我 我已經降下來的時間而已 那 現在 他應該每一次一唱 啦 全部用空軍 來 空軍在地的 長途 長途發射 那這邊我們有 高地優勢可以守 OK 謝謝大家的收看 請先我們來看 我跟他第二場的對決